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过马路回家 走斑马线 但他闯红灯 被一台黄牌重机撞上 碰飞十几公尺 良心男子的女儿说 他们一起载妈妈去诊所看病 回程后自己和妈妈先下车 爸爸的车停在对面 他过马路时闯红灯 被黄牌重机撞到 认为虽然爸爸有错 但骑士也骑很快 对方也要负责 骑士的二十一岁骑士 当时要气回家 撞人之后也受到很大的惊吓 待坐在分隔岛上 警方说行人走斑马线闯红灯 骑士应注意而未注意 造成死亡车祸 肇事的责任归属还要理清 华新闻林社张春风谢中益 张花报道 我是吴亦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下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